各位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大安FB新聞 我是哥正好 關心到 伊大氣酸對當火作成了超過700人希望 某次我們大水也不拿 但水拿了後可能會發生更多的失態 希望人數也會增加 另外一方面 財庫無水無電 加上天氣熱熱 怕會復活團煉 連合國已經準備了90萬多的禍亂疫苗 準備上翁 墨山比克 貝拉市 臨時佩南中心的天堡庫娃 來了賣賊賊賊 雖然暫時有住的地方 宅民求是有頭賊賊 一代氣酸懷掃墨山比克 貝拉市到目前為止 水陰天 也還沒辦法正常供應 很多水煎也受到誤獎 臨民沒辦法滴得乾淨的水煎 恐怕會有傳染病 所以少為少我們會看到更多疾病 更多人會影響癌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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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 九十萬多 靠後好亂的苗 他給他10天來送到貝拉市 另外一方面 身為墨山比克第四大生的貝拉市 在那邊想要知道中間是有心無難 我還沒辦法 因為在那時候沒有錢 甚至沒有錢 甚至要做這個 我還沒想到貝拉市 所以我還沒想到貝拉市 所以我還沒想到貝拉市 我還沒想到貝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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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當中有一個很感動的故事 就是一個出家的法書 其實已經領過貝拉市 不過第二天再次來 他早了23年前 主席完造的貝拉市發紅燈 跟賺現金的地獎 他說這兩個東西 是爸爸留給他的團家報 要永遠記住這份感聞 住父親王姓情 留給自己的團家報 法書 更求文獎 雖然已經領過貝拉市 但第二天他再來 發紅現場 因為他想要當面來感謝 我還沒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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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你的法書手 裡面的這兩個東西 一個是23年前 親害的率載 主席的法紅燈 另外一個是 爭現金的地獎 13年前 發書的父親王姓 之後 繁護他愛好好保存 這個剝拉市 他父親 幾年前出世了 剛才他一直保存著 他的想法就是 一杯子 保留這兩個東西 因為他留給紀念 就這樣 發書出家之後 這個團家部隊 他到了生意 保存了13年之後 沒想到 今年3月 今年可以跟 當年幫助過癮的團體 又再延續了延 慰問姓 慰問姓是他爸爸的 那他爸爸在這個 13年前往生的時候 交給他 希望他把他 永遠的保存下去 所以他已經保存這個 上人的慰問姓 已經13年了 然後他說他要 永遠把他保存下去 除了在前海兩天的發紅 在了蘇川和前海 龍蝶幾天的付出 請水給電的政府單位 也很全力來支援 我們動員了這個 圈征的60多名機關幹部 還有正派出所的 正交警的 正維生員的 正學校的 包括我們的民兵 現在是突入這個 我們是救災物資發放的 將近200多號人 可以解決 今天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到6月份 7月份的 已經不用買了 苦糧炒麵 麵糞 芹油 什麼都不用買 已經好了 走過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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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吉士的元祖 感動當地的政府 發紅結束 應該是拿出什麼 從這個旗 流在青棟高原的循環 這個旗子 移交給你們之後 你們會怎麼來做呢 沒有 我們就不存在村上 包括我們鄉鎮的 先村上去 村上 等我們下次見面 我們再拉出來 我了解 一頂的世宰 勘起從這個人家 前海無面的園 將23年前 持續寄金 這份情依還會延續下去 台新聞請來報道 帶你關心到 印尼亞加達的 西区 格魯古特村 有一項人家 煮飯煮到一半 才離開一項 想不到風氣吹來 火燙起來 因為村裡面的房子 都是用茶頭蓋的 大火影響到 155號 主席這天 送來關懷到 不足的玩具 這項火災 給格魯古特村 看起來清純火燭 雅加達主席 這天這麼多消息 感到現場關懷 馬不停地準備好花紅不足 屬於基民索比林 騎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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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但也有幾個人 另外垂瘦在大 不停地準備好花紅不足 不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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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天發紅了 將近五百包的生活不足 一百萬的天堂 也送上溫暖就好 希望屬於基民 再幾日 回合健常的生活 大家新聞 克拉瑞莎 林彥隆 印尼布德 第九個水族丸 悠寒 馬來西亞的斑丹英達 大愛幼稚園 就安排了上升水口 小孩平常是 其實打開水做頭 就可以用水 不過好好這天 就特別停水一天 透過不方便 希望小孩來 學習到頂尚水族丸 馬來西亞吉隆坡 斑丹英達 大愛幼稚園的小孩 這一天上升水的體驗庫庭 沒有水 什麼水 什麼水 沒有 哎呦 發生什麼事情 清華中 並對停水是要怎麼走 全好好的小孩 開始清水來做做 來 點點水 這樣多多嘛 來 剩下一點點 一點點 因為要點水喔 很多人用對不對 就好 請洗手 停水會渡來的生活中 不方便 體驗中的小孩 學習 頂尚 最主管 天吃水啦 沒有水啦 以後有水啦 所以妳要怎麼辦 我要整洗水 不要讓飛水 要怎樣才可以整洗到水 洗手說不要開大大小小 開小小小 如果塞藥之後 每次都開水 快水沒有關水的話 就沒有水 改成你要塞藥就沒有得塞藥 這樣妳覺得還可以怎樣節省水呢 就每次睡牙 睡牙牙就要關水 除了大大學 老師也希望孩子 等一春日會有落時 結果用水 鼓勵北部 當作來參加 清水的行人 台新聞 十亿爐 謝佩梅 馬來西亞報道 看到在台灣 還有三好婚禮 哪來鄉 這兩天出現後 大廊 是有保養的 子班黑店 順便利用 10分鐘 會超過一千兩百架 高速公路 就封閉後 用252至253公里的外車 來保護這床黑店 保護協會 就表示 今年黑店的兩 是這十年來的 讓車到最多的量 一些基班店 不限讓車到處 讓保護人員非常不感 加在有更多東坡 因為有風浩幫 讓他們越倍越高 順利背過多多 已經拿到一分鐘 超過一千隻以上的一個量 很多基班店 會在南部騎檔 春天為著生團 做火向百倍 以西班部來說 會對無人出發 經過婚禮拿來 中華北部 下山到描烈鐵欄 只剩一條黑店的高速公路 今年十十年來 總控最好的時候 它本來就會有一個趨勢 有時候會高 有時候會低 今年剛好來到一個高峰這樣 最多每分鐘超過一千兩百架 這是從2008年 感染以來最多一次 高速公路總局也會看前行 來方比拿來超過大 北上外出車的 好上幾萬點大軍 安全向百倍 台新聞昏林報道 今年是九日一大地當二十七年 科技部和中央研究員 透過專局為設定位系統 檢測到更實力 正視到地下變形和地當有很大的關係 這也是專局第一次來使用到 為設觀察地下變形的總項 研究成果也已經發表在國際的期間 並希望透過的研究 到未來地當的豐災也還有減載的目的 大樓逃去大早一千條的人命 將來地震準備半二十七年 為了了解地震發生的過程 科技部和中央研究合作 等時間鑑識一集地震後 等十九十多年的地震變形行為 這也是專局第一次採用尾親來關切 我們採用是全球導航衛星定位系統 因為這個斷層帶的長度 事實上有長達數百公里 那必須要靠就是全球導航衛星系統 它可以涵蓋比較大的範圍 讓我們去了解到這個斷層活動的情形 專台佈地GPS 尾親關切站 倒四百五十個 密度是專求第一第二 學者分析給他長載 十四年的地震為他時間速列 發現地震變形的應力和應變速率 天現飛散性關係 也讓未來地震周期的預設 更加貼近真實 我們如果能知道 就是延時變形的這些快慢 對這個地震的重複周期 就會有一些比較好的控制 那另外就是說在地震過後 這個就是這個經過應力勞動之後 這個應力重新分配的情形 然後對整個周遭斷層系統 就是它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我們也可以有一些估算這樣子 現在也攤岩地震周期長到四千年 但目前可以降落的觀測 除了只有二、三十年落差太大 因此地震的發生也是不可遺跡 想要檢測民眾也是要平常 就要有方采的關聯 台新聞黃慶廷 張略嘉 台北報導 以上是代理新聞 接下來把時間交給各位主播 家綺 接下來在國語聲音的部分 來關心的是國際焦點 關注的是伊波拉的疫情 目前正在鋼果民主共和國 快速蔓延開來 統計在當地有超過一千人染病 六百多人死亡 而醫療人員在防疫的過程當中發現 由於當地人對伊波拉疫情並不了解 加上激進組織以及政府不時爆發的衝突 使得防疫工作變得困難重重 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出現全球公共衛生史上第二大的伊波拉疫情 各國醫療團體和世界衛生組織都前往當地協助 但是現在疫情卻從農村不斷蔓延到東北部有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布藤伯 有部分原因是當地人對伊波拉缺乏認識 救護人員決定從教育著手 向孩子宣導正確的觀念 進而把觀念帶入家庭 另外當地治安不良也嚴重阻礙防疫工作 布藤伯地區的武裝分子和政府軍常爆發衝突 讓政府難以防疫和追蹤 伊波拉疫情才不斷擴大 成為史上第二嚴重 而公衛史上最大規模的疫情 是發生於2013年到2016年間 西肺地區有超過兩萬八千人感染 至少一萬一千人死亡 大愛新聞正宣編譯 為在南美洲的委內瑞拉 因為政治經濟不安國家陷入動盪 3月初才發生過一次全國性的大停電 沒想到這個星期 全國又再度陷入無電可用的酒禁 包括了醫院還有學校 甚至是電視台以及班機起降都受到影響 鏡頭前一片黑壓壓 很難想像這是一國首都的國際機場 旅客得靠手機的燈光 才能勉強看到路在哪裡 走到戶外街頭巷尾 民眾更是怨聲載道 太強了 兄弟 我們有煙燈 我們沒有煙燈 我們沒有煙燈 我們煙燈 電視台已經爆炸了 我們有吃 吃了一年 我們有煙燈 比拉首都卡拉卡斯 週一再度陷入大規模停電 全國約有四分之三的省份 同時無電可用 其實當地這個月7號 才因為國內最大的水力發電廠癱瘓 全國一半以上都無電可用 經過一個星期才修復完畢 沒想到才過11天又出狀況 加油站 商店都因為停電無法營運 國營電視台和不少醫院也因此受影響 另外全國九成的網路使用者 更是直接斷網無法連線 反對派領袖瓜伊多把毛頭指向政府無能 不過總統馬杜洛卻推託是因為美國發起的網路攻擊 才會造成水力發電廠癱瘓 然而另外借憂心的是 上週六俄羅斯無預警派出軍機和100多名軍人到回國 世界兩大強權的積極介入 也讓這場二次大停電顯得格外敏感 帶來新聞黃敬廷編譯 膀胱癌是全世界常見的十大癌症之一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 去年100萬個癌症病例當中 就有超過五成是膀胱癌的患者 現在在波蘭一群醫學專家找到了方法 利用驗尿的方式 正能夠判斷出是不是罹患了膀胱癌 拿著彩色試紙去驗尿 是健康檢查的基本環節 現在成了防癌心理器 博蘭醫學團隊利用800個尿液樣本做實驗 找到新方法診斷出是不是有膀胱癌 科學家還指出 檢驗癌細胞在尿液釋放的霉 這個方式比先前醫師的切片診斷法 不只降低侵入性 準確度也高 研究團隊還表示 尿液檢驗法還能檢測病患狀況 判斷癌細胞有沒有再復發 因為超過三分之二膀胱癌患者 雖然症狀威脅性較低 但會不斷復發 因此膀胱癌也是治療費最高的癌症 如果尿液檢驗法越早發現疾病 病患和醫師也能爭取更多時間抗癌 大愛新聞 鄭宇軒便宜 哪裡有災難就看得到 慈激人藍天白雲的身影 這是在青海玉樹發生了雪災 讓原本物資就缺乏的高山遊牧民族 面臨到斷糧危機 慈激志工勘災之後 立刻採買物資 忍著寒冬以及高山地形 所造成的身體不舒服 為青海居民帶來希望 也發放了物資 今天這一群青海的慈激志工 透過視訊的方式 和正義上人連線 報告這一次發放的心得 十年來最嚴重的雪災 讓青海省面臨斷糧危機 慈激志工從勘災到物資發放 體驗到當地牧民 飽受大雪折磨的辛苦 看到了很多牧民 真的是很苦很苦 可是他們願意這麼遠的距離 來領取物資 然後在紀錄的過程中 我看到了 牧民 真的是藏在心底裡的善良 和科技生命裡的堅強 早在1996年 慈激就在青海當地發放過 民眾抱著感恩的心 甚至留著當年的發放通知單 如今再度重逢 就像一見不顧的家人 從災災到組織 這些物資都發放 時間也是比較緊迫 有一些難度 但是我們在昨天看到 那些鄉親拿到物資以後 我們也是很欣慰 志工們頂著低溫 在海拔四千多公尺的高山上 忍著身體不舒服 但要把物資送到災民手上 他們依舊道性堅定 放眼望去 白雪茫茫一片 慈激之工的發放與慰問 讓高山上這群遊牧民族的心 安定下來 格外溫暖 帶來新聞 楊愛婷溫國家 花蓮報導 馬來西亞水龍慈青 在吉隆坡禁思堂 舉辦為期三天兩夜的 幹部研習營 各大專院校的慈青幹部們 都善用時間精進文法 要了解禁思法脈 也發願要承擔責任 119位來自馬來西亞 各大專院校的慈青幹部 聚集吉隆坡禁思堂 參加三天兩夜的研習營 這次幹訓營的主題是 追根溯源傳法脈 立丹使命紅中門 除了像對外要承擔 對內也要自己也要修 就是多去實踐上人的法吧 施工上人的法 所以像這一次的營隊 其實很注重在傳法脈 還有讓我們深入緊張的 這一個部分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對自己的提醒 不守戒的人會很自由 可是守戒的人會很自在 他就是講到我 因為我不是一個很喜歡被束縛的人 可是我發覺沒有一個框框的話 我是很不自在的 他們開啟這一條道路 是讓我們很多人可以去做 它是實現淨化人心的一個目標 過去的慈激歷史 慈青同學來不及參與 透過禁思展覽館的看板 更能體會師姑師伯們的秘露藍旅 前人堅信開刀 後人用心鋪路 需要年輕人力量 我們都知道是智力更深 所以這個也成為是一個很好的經濟來源 然後另外一個更好的就是 要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我們大專神不只是需要把我們的專注力 放在課程上 我們同時也需要關心我們身邊的 每一個人適合物 那我自己也許許自己可以說 那最初一年行 然後就可以在菩薩道上精進 善用時間文法精進 傳承慈激精神 期許慈青幹部力單使命 挑起天下迷羅 在新聞之上美志工正願營 柳慧金黃偉傑馬來西亞報導 中國大陸華東九個地區的 培訓慈程委員總共三百多人 來到蘇州的慈激置業園區上課 有環衛工人 也有曾經接受過慈激人幫助的關懷戶 或者是照顧戶 他們都懂得反轉手心 樂於付出 要加入置入人的行列 華東見習慈稱慈尾嚴席 300多位各地志工 因悲悲心匯聚 曾因車禍受重傷的張邦毅 在慈激人的觀照下 從人生活希望 我現在等於是 我就是每天早上去堅持 只要我在燒鮮的一天 有地方去 我都一直肯定每天早上 我都去跟師傑師兄們拜訓 堅持堅持 我沒有理由說不堅持 白髮蒼蒼的英素芝 高齡71歲 無意間看到職工做環保 也加入愛的行列 別看我年齡大了 我多做好事 我現在吧 天天給我環保 我死的水平全不賣了 我全不捐 環保精神指之合一 因為我是做環保功能的 也做過一些 就是撿那個垃圾棚的分類 也有做過 就是不太清楚 在這個慈激這一年半的 這個當中裡面 就是承擔了這個環保之後 跟我家師兄 然後學習了很多 就是環保上面 這個怎麼樣的分類 去有時間就到小區 各個地方角落 去把這個源頭線 給它剪掉 該回收的回收 該分類的分類 有這個居民能夠看見我們 他們也會自己會打聽 你們為什麼會這麼做 那我們就可以給他們宣導 我們做環保的意義在哪裡 典廢身形感動伶俐 帶動彼此的相互關懷 單一新聞知識美職工江蘇報導 測濟中和環保教育戰 來了一群訪客 這是39位來自於新加坡 義安理工學院的師生 他們向環保職工取親 認識環保也動手做分類 期許回國之後 能發揮年輕人善的影響力 帶動更多人減嘆 新加坡義安理工學院師生 參訪雙和環保教育戰 身體例行做分類 親自來做一次 他們會更有體驗 就是感觸會比較深 然後應用在他的生活上 就是落實在自己的生活上 進而去影響他周遭的人 大家一起來的力量會比較大 30多位師生學的是環保與水源的專業 實地動手參與更能把經驗 帶回新加坡落實 我們是很印象 你們這邊的分類 如何把那些資源分類得那麼細 所以我覺得學生會體味 所以我希望他們回到新加坡 也是會同樣地這樣子 為地球 保護地球 然後多多地環保也是 在這裡學到可以親手體驗到 如何你們如何環保 而且如何在尋用舊的東西 循環資源 大學生發揮年輕人的影響力 從改變日常生活習慣做起 一起共事共行 大愛新聞知聖美之工 沈英芳 土耀南 台北報導 現在最後來看到的是 全世界唯一一隻白化症的企鵝 就在波蘭的動物園裡頭 這隻企鵝去年12月底剛孵化 現在終於可以出來讓大家看一看 不少民眾看到他全身白皙的羽毛 都覺得很神奇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大愛午後新聞 感謝您收看 我們再會